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勇坦另一位是中国工程员院士防护工程专家前妻虎 中文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颁奖并给予了鼓励 刘勇坦历经了40年的时间追逐雷达创新之路 前妻虎毕生攻关迎南而上 为中国的防护工程铸就了钢铁长城 他们无私奉献科学报国一辈子用心说话 刘勇坦1936年出生于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童年是在战火纷飞 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即便如此 母亲也会克服困难 在油灯下给孩子们念古诗词 但博名利以身报国的种子 那时候就悄悄播撒在刘勇坦幼小的心灵中 1958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后 刘勇坦成了哈工大的一名年轻教师 1979年公派英国留学深造 主要从事信号处理研究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刘勇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 传统雷达虽然号称千里眼 但前提取决于它站得有多高 地平线之外的地方都是传统微波雷达的盲区 世界上少数西方大国因此开始研制新体制雷达 1981年秋天 刘勇坦学成回国 他的心中已经瞄准了一个目标 研制中国人自己的新体制雷达 事实也很快证明了 刘勇坦的选择很有前瞻性 这显然是个重大的需求 但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的新体制雷达 也只是刚刚起步 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 刘勇坦的想法招来一片质疑的声音 但是刘勇坦没有动摇 在他心里 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个人的成败得失 无足轻重 在国家的支持下 十个月的时间里 刘勇坦的六人团队拿出了二十多万字的研发方案 此后 经过数千次试验 获取数万个测试数据 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取得了重大进展 1986年 刘勇坦开始正式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 建设新体制雷达实验站 灰海偏僻的小渔村 成了刘勇坦和团队成员的第二个家 实验室条件下的科研成果 一到实际应用场景之下 往往会状况频出 海杂波的信号比探测目标的信号强度高出了千万倍 雷达根本分辨不出 茫茫大海上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 刘勇坦和团队成员们已经说不清 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1990年4月3号 目标终于在新体制雷达的屏幕上出现了 八年多不为人知的艰辛都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和泪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咸询阳